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大家最近都少了出去 我的頭髮已經見到日久失修 我很久沒染頭髮 今次我會用Weflon全新的TOTAL COLOR 挑戰自己染頭髮 Weflon的TOTAL COLOR一共有五種顏色 左邊有酒紅色 然後有灰棕色、栗棕色 和香檳紅灰色 最後是一個玫瑰的顏色 我自己一向都喜歡一些淺色的髮色 我等一會就會試驗這個81號的顏色 很期待染完的效果會如何 我現在就準備好可以開始染髮 我現在開給大家看這盒染髮劑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一支顯色劑 顯色乳霜 還有一支護髮素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有一對手套在裡面 我現在就要混合這一支顯色乳霜和顯色劑 我現在把它撕掉下去 好,我想我現在把它撕掉了 OK,之後就蓋上蓋子 這個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搖勻它 好,已經搖勻完了 提提大家這個染髮過程 是一定要乾髮上的 我們就要由髮筋開始塗到髮尾 好,現在大致上我整個頭已經均勻上色了 在等待的30分鐘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Revlon Total Color的配方 它就採用了最近很流行Clean Beauty的配方 就是不傷害身體健康 以及不含刺激的成分 就像一些激素和致癌物質一樣 而且它是一個純素的配方 非常之尊重這個動物 另外它是經由皮膚科醫生測試 所以就算我少許敏感肌 都可以很放心地使用 好,夠時間,我現在去沖水了 Revlon Total Color都很貼心 它不同的髮色就會配置不同光澤護髮素 就像我剛剛染的金髮系列 它裡面就有羊金谷的提取物 以及山茶花的精油 所以我的頭髮現在染完都特別有光澤感和順滑 好,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染完的效果 頂層比較深色的部分 我覺得整體顏色變淺了 而且顏色均勻了 至於底層我漂染過的位置 其實跟色板很相近 顏色還原度非常之高 大家染之前可以根據盒上面的一個表 它就會告訴你 你染前是甚麼顏色,染後是甚麼顏色 你就預計到染完之後的效果 這個Total Color就採用了六星期的 原彩環繪技術 它所釋的程度是很高 而且令到頭髮更加有光澤 減少對頭髮的傷害 其實在剛才染的過程之中 我聞不到任何刺激性的味道 感覺是很舒服 其實我自己也是敏感肌的 但染完和染髮的途中 都不會對我皮膚造成任何刺激的感覺 所以我很推薦這一副Total Color給大家 加上它價錢很實惠 很方便在曼寧就會找到它 還有我用的81號色 是韓國大熱的顏色 很多韓星都是染這種髮色 所以大家也可以過來試試 大家